大家公眾多些參與,令討論豐富一些 正正希望透過這次公投,我們不只是投放議員進去 而是要帶動討論,造成公眾教育 其實我主張千萬不要寫正常的政綱進去 真是會模糊了議題 還有其實對於一個民主派候選人來說 即使你在普通的選舉 其實你寫了說你進去議會之後要爭取什麼 其實這件事其實是不應該寫的 證明了你是不明白現在香港的政治現實 你其實看回08年毓民那些選舉文宣 他講明說我不會promise你進去做什麼 我直接promise你去做 其實我們都不是 因為我們當初都覺得我們真的入選的機會很微 因為市民懂得選擇 現實是你主張什麼你去到現在的立法會裡面 全部東西都會被這個分組片都停下來 我明白 即是我們不會說我們答應進去做什麼 但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要指出個問題 是要令到公眾過了這個公投 都是要討論下去的 正視一下那個問題 即是爲什麽快速功能組別是這麽重要呢 是不是口號來的 我們覺得要告訴公眾 就是爲什麽我們覺得2022不可以拖 其實有很多種種的問題 即是現在我們的社會是不可以再容忍 再等了 即是其實 我覺得這個論述的重要 是不是為了說 要令我們 多些市民投給我們 而是 即是市民都要知道我們的想法 不過我想 即是會不會說分票一樣 又我想到 我想 我們試在選民裡面自己要談一個配票計劃 即是配到可能 最後你們可以收回保證金 那那筆錢又來做學運經費 即是比現在這個政府 即是這個政府 即是這個政府是否值得收25萬元 阿鑑你這麽有信心 懂得賠到票 你08年的立法好選舉 其實那些選民是會自己想到辦法的 有時不要太低估群眾的智慧 還有還有一件事我要補充一下 即是我覺得 即是不要再容 即是激進這兩個自由 社會運價是不會應該再容的 以後那些人幫我問你 即是激進不激進那些東西 你一定要經濟更正它用激進 不可以用激進 激進這個是陷情來的 不可以用激進用甚麼 激進 這個是台灣的印象 其實radical這個字 在拉丁文的字根其實是壞根源的意思 是 即是其實是實查 我們明白的 即是應該要慢慢改變整個主流的論述 反而它現在主流傳媒講激進一件事 應該證明是極端主義 還有我覺得現在香港大部分傳媒 或者市民理解的基準 其實都只是看到形式上面 而不是思想上或論述上 其實所有民主派都是radical 因為它在說的是香港社會最根本的問題 出在哪裏 嗯 但是其實 批不批 有沒有人批評過你們 即是 或者是 給人的感覺就是 學生有一股熱心 但沒有甚麼實踐的經驗呢 即是無論是出去做宣傳 又或者是應付傳媒等等的時候 這樣東西又沒有甚麼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那個目標非常之簡單 就是說 首先就是打著公投 其次呢 第二就是說去推動公投運動 令到香港人明白政制的缺陷之下的社會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做這些事情 我們一直都有做開 在學生組織那裏 說怎樣去搞一些campaign 怎樣去選擇 那 即問題就是資源那個問題 當然大家如果拿選舉的規格來要求我們 我們當然是 就是 經驗是遠遠是不夠 但是我們 不覺得是 要這樣的玩法 我們覺得是 怎樣可以是 做好一個群進教育 就是我們的目標 但是即是畢竟現在都是一個選舉 即是我常常擔心你們 即是剛才聽你們說 你們連大聲公都沒有 我常常比較擔心 你們那個實踐的能力 我猜 即是其實計劃上面 是的確很大限制的 即是 始終我覺得不可以 將我們的practice 去拿去跟政黨搞一次選舉 去比較 因為即是畢竟他們有 義工團隊很龐大 又有資源 當然我們是在有閒的空間裡面 去盡做 還有可能我們 我猜這個策略上 我們都不可以 什麼都做完 其實是真的要計過 我們怎樣可以 有閒的資源 發揮到最大的效果 所以 還有我覺得實踐經驗上面 其實我想市民 都會判斷 即是我們是大學生 即是大學生 是不可以這麼大 即是立法會議員 不是一個同一個級數 我覺得市民 可能是會想聽到一些 另外的聲音都不一定 即是想聽一下我們大學生 究竟這些年輕人是怎樣想的 所以我覺得未必是同一個要求 或者期望 網上也有些言論 即是將你和陳考文去比 你自己有沒有比較過 以及你怎樣看兩個人的定位 其實我沒有比較過 即是 我自己覺得其實也是 只有淡笑 那我覺得 哪方面只有淡笑 即是這些 一些比較 這些比較 即是在上網 我覺得 其實 我不知道那個定位 因為我不敢說 很認識他 即是很熟悉他 所以我覺得 即是 無謂有這些比較 我覺得 大家都是在 即是細胞運動 可能是不同光譜 但是其實都是在做一些 即是 即是 目標其實 大家都是一致的 即是終點可能一樣 但是 做事的手法未必 是的 或者那個光譜 可能理念上未必很一致 但其實 即是 即是大家其實都是 覺得這個社會 又不公義 就要出來 但你現在算是 拋頭奴眠了 或者是被以前的社運 再走盡了一步 在某些討論區 已經有人把你的照片 去惡搞的時候 你其實 有沒有一個心理的擔心 其實都有 那 即是 我會覺得 一開始 其實一開始 我已經猜到 即是可能會有這些抹黑 因為我覺得 可能 甚至可能 之後不止我 可能你再多一個兩個星期 可能大專營營一熱 其他成員 都會 有人起底 或者 作些故事抹黑你們 即是 我覺得 都可能會的 但我覺得 其實我們 出得來選 我們就 預料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但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要把問題 帶回公投 去討論 即是 如果有人去 做我們這些新聞的時候 我可能會問回去 即是 我現在跟你說 全香港人不能普選特首 全香港人被大財團 或者工人組別 即是 壓迫的 現在你跟我說 我們自己個人的事 即是 是不是不太說得通 我覺得 市民也都會 有這個智慧去判斷 OK 近來你還有沒有 一些示威給他們 即是你的經驗 即是你 都選舉過好幾次 即是幫忙 幫忙 兩次 不是很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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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車尾 第二次 真是serious 那你覺得 現在 即是 我覺得大專營營營 團隊 一切都可以選擇 其實最多的人 其實是 其實最重要就是 你碎到他 走到他的票箱 投了他一票 即是投了他 支持這個 盡快落實真普選 廢除功能組別 那個議題的候選人 但他們有沒有一些 target audience 他們要去主張 即主打 找回最熟悉圈子的人 其實這次 整個運動 都是動員民主派支持者 即是你說 將 一些中間 或者是對家的 挖過來 這些是bonus 這些不是不可能 例如高鐵時 有個年輕人說 他碎到他父親 由民權 變成支持高鐵 即是這些奇蹟會發生 但你又不可以 寄望這些奇蹟經常會發生 但是 都希望有的 是嗎 希望有的 盡力 盡力 但你們現在 還未下街 完全未下街 怕不怕 譬如陳淑莊 就經常說 會有一些 未至於標形大漢 但起碼會有一些 選舉的暴力 就是來扔水彈 或者拿著一張宣傳 單張 兔譚 然後扔回到他們身上 你們預視了 有這種狀況沒有 我想 如果有這樣的對待 我們是不會怕 因為 其實選舉是一個 透過和平的方式 去表達訴求 假如有些人 是要覺得 他們這樣去侮辱 一些人 才可以 達到他們的目的 其實他們是侮辱自己 同時選民都看到 根本上 就是 選民應該是